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手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选手张勇 忠厚老师 打牌贤熟 选手赵玉坤 性格内敛 排技卓越 选手李森 步步为营 排风稳健 好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三位选手要会接受长达五天的比赛 这五场比赛下来之后呢 将会决出一位选手进入到接下来的比赛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三位选手 现在此时此刻准备的如何 一号选手张勇 你好 你好 我们老朋友了啊 总监 这一次进入到副赛 我们准备的如何 正常发挥吧 正常发挥 好 只要你不出错 我相信你的水平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的 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赵老先生 你好 你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三号选手李森 你好 主持人好 李森准备得怎么样 还是看运气吧 看运气 说对了 其实我们斗地主的比赛 就是三分看排技 七分扣运气 我是这样认为的 刚好跟他偷偷反过来了 正常说反了 是吧 狗狗上他的语言是说 三分扣运气 七分扣排技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打比赛也觉得 运气和技术 其实都是互补的 互补的 对 可是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不是这样的 你想能来参加我们比赛的 进入到副赛的选手 这排技肯定都是七五相当 对 所以大家主要看的就是运气 对吧 所以我说七分扣运气 希望我们今天三位选手的运气 都能够棒棒的 好吗 来吧 接下来我们戴上耳机 开始今天的比赛之旅 好 比赛进到第一局 首先是李森叫牌 排是没有王没有二 选择不叫 张勇交了两分 小王二三个尖 排还不错 四五九 都是没有的 先出一张单八 打单八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去探一下九 嗯 九见了 我们看啊 我们赵一坤 赵老先生这个牌啊 很整 七道凯的顺 然后大王对二 三个四代对五 很整 嗯 选择留到九道凯的顺子 把对八垫进去了 嗯 赵老先生用对二 接了同伴的对凯 其实这个接的有一些 着急啊 这样的话我们看 现在张勇的牌已经很合手了 打到一张剩小王宝片 很可惜啊 嗯 这一句是赵老先生手教 大王二一个尖 叫两分 甘贼 等到一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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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基本上是 不会炸了 这把叫了先生是两个二四个九 叫两分 底盘上了一个十两个尖 刚好把这个勾圈砍啊 补上了一个十勾圈砍尖的顺子 这个上的是非常好 选择了先打三个五 现在地主这边呢 需要做的是怎么样能 垫掉一个小队 哦 把四个九拆掉了 也不是一种方法 但是外面现在两个二已经成了 所以现在地主 这个牌稍微有一些难办 这样对七进去的话 如果李森这边不上对二的话 我们赵老先生这把就成功走掉了 这一局底牌有大汪 我们看张勇小王两个二叫了两分 嗯 勾圈大王 上的也是非常好啊 我们看这局能不能打春天 嗯 不行 赵老先生这边啊 刚好这个顺子 可以管上 嗯 这样把顺子把尖也垫到顺子里面 四五六连队现在是大的 顺子 顺子 大王一个二旋的不叫 李森这边是三个二 三个圈 三个凯 叫了三分 手排就很整啊 五六七八九 然后飞机带两对 三个二带一个勾 嗯 先打对三 对六可以垫一句 现在外面是十和王都没见 这样可以选择上对二 然后飞机带勾尖 打个五六七八九 顺一张打二 号片 选择不要 好 好 好 大王管上之后 现在 把这个顺子打出去之后 就得打一对四了 然后我们看 底层怎么选择 三代一 蹲一个 张勇大王二 交了两分 李三是小王两个二 两家啊 这个牌力很均 嗯 三四五 段六 没有圈凯啊 嗯 圈凯一下就见了 三四五六七打出来之后啊 现在已经是全牌了 嗯 地主这边的牌啊 看的 看似是很整啊 但是 对七 对八 对十 对狗 这四个小队 其实都是需要解决的 嗯 可以电对十 嗯 上对阶之后啊 李三这边肯定会对二 管上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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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两个二对尖又叫了两分 断八少凯 打单牌形成三四五六七的顺子 如果这么做的话呢 手里会有五张单牌 现在还有七九十三张单牌需要解决 地主现在因为直接上了小王 可以判断出来两个二啊 因为肯定是已经做到一家了 诶 我们赵老先生这张尖顶得非常好 嗯 这个对凯顶了之后啊 张勇这个对二是不敢下的 因为现在还差一张单牌 你这样赵老先生打个对七回对二 成功抓住地主 嗯 剩两张单牌也是没办法啊 三个二叫两分 底牌有张十 嗯 张勇这边一个大王就叫了三分 底牌上四九十 形成了一个 九十勾的连队 然后手里是三套三代 嗯 虽然没有什么大牌啊 但是看上去很整 嗯 这时候可以打一个五连队 或者是三连队 然后三个凯 三个圈再对凯都可以 最好是打五连队 嗯 这样剩一个圈一个大王 我们看这把啊 张勇这边是对二四个尖在手啊 三个三四五 没六七八 那底牌上了一个小王一个二 张勇这边虽然有四个尖 但是下面的单牌啊 太多 我看啊 李森这边啊 一个五连顺站住脚之后啊 直接就开始发三代了 牌也是非常整啊 嗯 四个尖拆掉了 防止啊 被地主打春天 嗯 四个尖拆掉了 张勇这边大王二笑了两分 三四五六七 可以连到钩 断凯而已啊 然后留个八九十个圈 这个时候可以打一张单牌 对 因为手里啊 现在还有三张单牌 至少需要再垫掉一张单尖 嗯 这样的话现在卡还没见 所以说还可以适当的等一等 或者是哎 上小王这样啊 选择忍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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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底牌又不是不错啊 两个二 一个三 李森交到地主 两分 断六少九 还是选出单牌吧 选择了 放了一手 一个单尖 现在如果说农民这边打出对子来的话 地主这边也是比较难办的啊 嗯 三个二 不拆 继续着 哎 垫掉一张单凯之后啊 其实就可以 用大王回手了 我说农民这边的 嗯 大王两个二缴了三分 底牌这样断七补的是非常不错啊 出张单六 垫一张单尖的话就可以回大王了 牌很顺啊 三道尖的顶天顺 然后三个二带一张九 剩一张单圈 赵老先生这边叫了两分啊 因为其实做手的牌就是很顺的 补上来之后呢 我们看四五六的连队 嗯 至少还出了两张单牌 单三单三单九都是需要解决的 你这时候把顺子先打出去的话 稍微早一点 其实这个牌 其实这个牌如果要是先出一张单牌的话 有可能会有可能会垫入一张卡 或者是尖 这样的一张单牌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看地主现在很难办了 因为外面还跑一对二一对尖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 李森这边啊 其实现在 现在的牌已经做得很整了 嗯 打对三回对尖 这样就把赵老先生抓住了 这边就把赵老先生抓住了 李森手叫 手牌不错的 三八 补得张张好啊 这张八补得非常重要 现在手牌看是段四 但是也没问题 看看选择怎么出 嗯 选择了组成一条超长顺 也是垫一张单尖之后啊 就可以回小王 这个时候呢 你最好是打六道尖的顺 哎对 然后留三个三带一张 三个二带一张 可以回 这一局我们赵老先生的牌啊 其实手牌又是不错的 底牌又上了一个小王 成成了一个王杖 现在是圈没见 嗯 看看选择怎么选择 三四五六七 嗯 你可以组成七八九十钩 或者是六七八九十 嗯 第二条顺子肯定是要被管了 对六垫进去 那我们看啊 其实现在张勇这边啊 牌已经很整了 打对圈 然后打一张单凯 剩一张单二 没办法 现在地主这边的单牌太多 哦 这时候选择炸掉 嗯 外面在还有一个二的情况下啊 单牌又太多 炸掉的话 没办法 输了一炸 一炸 一炸 嗯 张勇是手握着四个五啊 牌还算整齐啊 选择了不叫 赵老先生这边 较了两分 单三对四五 六七 断五没八 但是底牌给补了两栈上来 咱们看看这两栈 能不能都用上 正常电对钩 拆完了 这样的话 张勇再垫掉一张单尖的话 四个五就炸掉了 其实啊 刚才赵玉坤赵老先生啊 这个四个凯啊 炸的还是稍微早了一点 张勇这局是较了两分 选择留七八九十勾圈 这样的话我们看 这个队六送过来之后啊 我们赵老先生这边可以接一手 但是这个队四的话 李森这边会不会顶 没顶进队五 打一张单十胜张单尖 七道圈这边 李森这边刚好八道凯 那没办法了 地主这局应该是输掉比赛了 一张单凯顶过来 送走同伴 嗯 一个小王 但是呢 坐手呢 是3738的飞机 但是也是当不起地主的啊 嗯 张勇这边肯定是想奔春天党啊 但是怎能说着 这个三个三三个四啊 刚好被三个七三个八管上 嗯 直接上队二 因为已经是全排了 打张单二回大王 对二 手里三套三代 其实这个牌啊 赵老先生这个牌 其实可以较个一分两分的 手牌其实是很整的 那我们张勇这边较了两分 底牌形成了一个王炸 而且现在坐手就是全排啊 也是奔春天打 嗯 没有三个二的话 就春天加一炸 这样迎了两炸之后啊 我们看张勇的分数啊 又领先了李森3600分 这边赵老先生较了三分 四盖 底牌补完之后啊 我们看 底牌还是有一些难办的 现在手里剩下了三个对子 三张单牌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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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王如果不管 这样的话就显成一炸 张勇的牌今天 整体来说还是不都是不错的 又是大王两个二交了两分 断钩 选择很多 这样把三个八打出之后啊 留三四五六七对九对圈 勾建了就是全排了 对二双手 但是这个三四五六七啊这边 可以管上 选择怎么管 都可以 只要管上就可以 选择没要 那这样的话 地主又赢下了这局 小王两个二就要两分 断六少八没十 好在有两个三代啊 这个牌还是不错的 三个九没人要 那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改到打对了 打对四 对凯没人要 证明对尖 分加了 在复赛阶段五分 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 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想要拿走这五分啊 还真的是要 靠点自己的努力了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登陆 专业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 3w.google.sin 或者是拿起手机来 扫描一下二维码 进入到电视台区 找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大家呢 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直接拨打 节目的报名热线 或者是来关注一下 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扑克的全民 加上五个八 您就可以报名成功 来到这个舞台上 来感受一下 打比赛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了 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 刘海的解说 谢谢 同时也要感谢 勾勾比赛平台 对于本节目的基础支持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 by bwd6